全新飛碟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聽到這個熟悉的音樂 聽眾朋友們一定就 非常的開心 因為呢 代表著我們最喜歡的 歷史專欄作家 余遠炫老師 要跟我們一同來講鼓囉 歡迎遠炫老師 主持人好 聽眾朋友大家好 遠炫老師 上次跟我們 很簡單的聊了一下 東漢末年的大瘟疫 真的是完全 聽得不過癮 我們聽眾朋友每次都說遠炫老師 來應該要連開兩個小時才對 老師也很忙 時間有限 我們今天就希望說能夠透過 一整個小時的時間 好好的來聊一下 那當然最近大家其實會聊的 還是跟疫情相關 那在疫情裡面呢 除了 這怎麼講 見古至今 我們上次其實看了這個 在東漢末年的那場瘟疫 其實伴隨著旱災 旱災之後就會伴隨疫情 跟戰爭 所以當然以現代的 這個世代來說 我們不像以前那麼慘 我們有比較進步的醫學 所以我們不會 像過去這樣動輒死個這個 五千萬人死個四千萬人這樣子 但是其實 以這一場COVID-19 到目前為止全球死的人 也真是不少了 真的是蠻可怕 但是就要講到 醫學的進步 跟這些醫護人員辛勞 那真的是 大家看了都非常感動 也非常感謝 那這個醫學其實一直都在進步 往前推推推推到中國古代 其實也有很多位的名醫 那我覺得今天呢 一同來講古 就想要請老師來跟我們聊一下 在中國歷史上的幾位 著名的醫師他們的故事 同時也藉由這個機會 來跟我們所有現在在第一線 抗疫的醫護人員致敬 老師這些 我們上次其實有大概聊到 在東漢末年的時候 其實有一位 我們今天要聊的醫師 就是在那個時代 兩位耶 對不對 其實那個時代蠻多位的 那著名的有三位 建安三大名醫 一個叫董鳳 一個叫華陀 另外一個就是張仲景 三位都是那個時候的名醫 對對對 我們上次其實有講到華陀 對不對 對 那華陀其實 如果有在聽我們的節目 大概就會知道 真正的歷史上面 其實華陀雖然是曹操殺的 但是那個殺的方式不太一樣 跟三國演義裡面的野史不太 不是這個小說裡面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先來講一下華陀好了 華陀他 他是 在歷史上其實記載華陀的也非常的多 對 他是什麼時候 他當醫師是當多久了 還是最早的時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 他最早的時候並不是醫生 真的喔 他就是一個讀書人 為什麼以前的中國古代很多名醫 一開始都不是醫生 醫生這個行業 就是說到了宋代以後才開始有列入說 你的疾慣叫做醫生 喔 變成說醫疾 他變成一種疾慣 那你就 你入了這疾 你就不能夠脫疾 你就不能夠脫離這個 那可是漢代不是 漢代是把醫學當作是一種學問的研究 所以就算你不是醫生 他沒有這種說 醫生這個疾慣 你不是說你醫生就是醫生 不是 所以在那個時候的很多的讀書人 他是可以去讀很多的醫書 然後他可以去做這種醫療的行為 他是可以這樣子的 所以有些這種連續劇或戲劇 就會把他寫錯 就會說這個醫生是一個疾慣 可是在漢朝的時候 還沒有定案 還沒有變成這樣 所以包括像張仲錦 董鳳 還有像這個華佗 他們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是讀書人 他讀很多的書 他對醫書特別感興趣 所以醫治救人這個部分 他們是很有興趣 那華佗就是這樣 他是一個讀書人 讀一讀以後 就讀了醫書以後 就想去幫助別人 而且他跟別的醫生不太一樣 是他精通外科 他懂得怎麼樣去做麻醉 怎麼樣去幫人家做這個開刀治療 可是他不是每一個病都是這樣做的 他是用針灸 然後他也會用藥 可是他幫人家抓藥的時候 我們不是要秤金說 某個要幾兩或是幾千 對不對 他平手敢抓 真的 平手敢嗎 他平手敢抓 就是這裡抓一點 好就這樣 那裡抓一點 夠了 他不用秤子了 這很厲害 這個 這個 對啦 你這樣講是說他很厲害 但是另外一個說法也就是 就是還蠻不精準的 或許 可是有的人可能就是熟練到這種程度 那我問你 他 他 一開始是讀書人 後來對醫學有興趣 對 研究之後 然後開始來行醫助人 對 甚至還精通外科 對 可以開刀 他可以開刀 那個時代可是沒有什麼先上過這個解剖學 然後不像現在的醫學院要念七年 對 那他這個開刀 他是從哪裡練習的呢 所以呢 你會覺得說這裡面一定隱藏的一些什麼秘密 對啊 他一定有去解剖過 對啊 他一定有去做一些偷偷的解剖 但是有記載嗎 沒有記載 可是這個是一個合理的判斷嗎 對啊 你就像我們曾經聊到達文西對不對 對 然後你說那個時代的那個宗教怎麼允許他去解剖呢 可是他就可以畫得很精準啊 把心臟畫得很精準啊 把器官畫得很精準 為什麼 因為他解剖過 他肯定是解剖過 我跟你說 我剛訪問完一位醫生 他是那個星光醫院的腦神經內科的醫師 但是他對歷史也非常的有興趣 然後他就告訴我們 他寫了一本書 就在講醫學裡面的一些有趣的東西 那包括很多醫療上面的專有名詞 像是醫師們他們所使用的一些名詞 其實都是希臘神話來的 像是什麼阿基里斯劍啊 還有我們腦裡面 大腦裡面的什麼蜘蛛網膜 下出血我們常聽到這個這個名詞嗎 他其實就是希臘神話裡面的一位女生 很有趣 然後他就講到那個中古時代 就是台灣系他們那個時代 文藝父親時期的人 在歐洲對於解剖有著狂熱 就是一就是真的狂熱 然後他講到一個東西 我覺得簡直不可思議 他說很多大城市啊 倫敦巴黎啊 都有解剖劇場 你知道就是就像我們現在 就是像大家不是常看到這個 在歐洲會有這個很大的劇院 然後上面有演什麼茶花女啊 歌劇魅影啊 然後底下坐滿了人 一排一排的座位越來越高 這種大會堂 在那個時候是一樣 大家都坐滿了人 你可以買票進來看 看完之後還可以買 就是買紀念品回家 那個但是在舞台上面 呈現的是一場解剖 解剖的過程 就是所有的人對於解剖 都是有很濃厚的興趣 然後我說那請問他們 離開之後買的紀念是什麼 他說就有一些什麼公仔啊 之類的 跟解剖有關 我覺得簡直不可思議 但他說也是 現在聽起來會覺得不可思議 可是也是因為這樣 所以在那段時間 其實西方的解剖 有大不大 就是很大程度的越境 但我覺得好不可思議 那個是對應到你剛剛說到 畫陀的這個外科 以在中國那個時代來說 這更是讓人覺得 這個對應的時期 畫陀是不是比那個時期 早很多啊 早很多啊 他是西元二世紀的人類 對啊 那個復興是十六十七對不對 文藝復興十六十七 對對不對 對 所以你看他在那個時期 他就懂得使用外科 那你外科 你必須要對解剖 也對相關的認識 才有辦法這樣子做 不然你只能知道說 真的厲害 你肚子裡面有些什麼器官啊 人體裡面什麼樣的結構是什麼 那他真的有用外科 開刀治療好人嗎 有曾經有過這種記錄 但是他一開始他就是用藥跟用針灸 對 就是說而且他針灸是很厲害的 他幫曹操治療的時候 不是說把腦袋砍下來的那種 而就是針灸 而且他針灸之後曹操就好 快就好 真是不會斷根啊 所以每次如果曹操頭痛的話 就找他再幫忙針一下 那如果要斷根的話 恐怕就是真的要把做腦部的手術 可是華佗沒有做這樣的一個建議 因為這個建議說出來以後 不要說曹操會殺他 所有人都想殺了他 對不對 這很瘋狂啊 怎麼會把一個腦袋給開刀 然後說把裡面的病原給取出來 這已經超越那個時代的認識 所以華佗的外科 基本上就是一個奇蹟式的 就是醫學在那個時代裡面 竟然就懂得外科手術 而且他的外科手術的那個 那個治療的方式 跟我們現在外科其實蠻像的 比如說他所使用的那個手術刀 是要經過消毒的 所以他用的時候他會用火去烤它 火燒過對不對 對用火燒過 那平常不用的時候 不用的時候就放在酒水裡面去浸泡 去保持這個消毒 而且他要去做這個手術的時候 他會問你同不同意去做 就是跟我們現在要簽手術同意書 有異曲同工之量的 是相同的 同樣的一個意思 因為他不太會去 種這樣的手術 種這樣的手術一定是很嚴重的 就是說你用藥物用針灸 都沒有辦法治療的情況之下 才做這種手術 然後他會問說你要不要做 做的情況會是怎麼樣 甚至有時候他會覺得說 你做了跟吃跟不做 效果是相同的 那一年你可能就會死掉 之類的 他會先敘述 徵求對方的同意以後 才去做這個事情 然後你看他的手術刀 他是會去處理消毒過的 然後完成手術以後 他還要縫合來做消毒 這些動作他都有做 所以他的外科上面來講 就是一個非常成功的 非常就是一個經典 可是這只限於在文獻上 我們所看到的描述 因為沒有人知道他怎麼做 你知道說他有這個 使用麻費傘 來做這種麻醉 因為手術一定要麻醉 然後他懂得使用麻費傘 去做這個麻醉劑 所以畫頭比較神奇的是在這裡 所以我們在指數上面 看到他神奇的故事 其實很多很多 還不是說用到這個手術刀 他光用藥就很強了 我覺得很可惜耶 你知道嗎 我現在聽到 你看他是西元二世紀的人 他竟然在外科上面 有這麼跟現代的外科 這麼多這個雷同的 這些思考的邏輯跟方式 如果那個時候他真的有把它 傳下來的話 那中醫早就是超越西醫 真的是幾千年耶 其實我們的醫術在過去 本來就是一種超越 對啊 超越西方很多的 而且那時候在對抗這種瘟疫 我們現在講的這個 傳染性疾病 其實中國的對抗 已經對抗了幾千年了 對啊 從那樣來看 好可惜喔 他是對抗了幾千年 只是說西醫崛起以後 大家就更相信西醫的方式 就忽略的說 其實老祖宗的智慧也是有的 他們也很認真的 在為這個老百姓的健康 在奮戰 在做努力 那每個時期的醫生 所觀察到的重點 可能是不一樣 那東漢的醫生呢 他們就想到說 那個時候的這個流行疾病是什麼 對 花陀來講 我們現在看到花陀 比較多記載的 其實是他的這個 用藥用真 那些比較奇特的這個案例 我們等一下休息一下 回來就繼續講 因為在東漢這邊有三神醫 那包括華陀 包括張仲錦 包括董鳳 這些人其實在歷史上 都是中國歷史上 都非常非常的重要 尤其他們那個時候 在對抗就是文藝 也就是我們現在看的大型的 流傳 像是傳染性疾病 那他們到底都發現了些什麼 他們用什麼樣的方式 來治療當時的人 那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我們再見古至今 好 今天一同來講古 我們請到的是歷史專欄作家 余遠炫老師 來跟我們聊聊 歷史上的抗疫名醫 欸 老師剛剛講到話陀 對 生在一個瘟疫大流行的時代 而且我看到你有跟大家說一個數據 我覺得很厲害 我們上次其實講到 在東漢那個時候有平均壽命 大概只有26歲 對 可是呢 曹操竟然可以獲到66歲 對 其實就算沒有瘟疫好了 這個年歲在古時候 都是算蠻厲害的了 尤其又在有戰爭的時候 那就是因為曹操他擁有自己的醫療團隊 跟現在的總統有自己的醫療團隊是一樣 那華陀當然就是這中間非常厲害的一位 那講到了對抗瘟疫 其實在那個時候這些瘟疫也有他們的方法 對不對 對 那如果以對抗瘟疫來講 最積極的就是張雞張仲錦 他被稱為叫做醫生 因為他的家族就是被瘟疫所害 對 他們家原來大家族200多人的 結果死了170幾個人 等於10個就有7個死在瘟疫裡面 所以他就下定決心要來對抗這個瘟疫 至少一定要找到這個治療的方式 那時候他把這個當時流行的這個瘟疫 稱為叫做傷寒 傷寒 所以我們有傷寒論 對 傷寒論 傷寒雜病論 對 就是他認為說這是所謂的傷寒所引起的 它不是我們中醫所說的什麼寒暑是熱 它可能是突然來的一種熱病 它被當作是熱病熱症在處理的 那他在處理熱症的時候呢 他就教大家做預防的方式 所以你知道嗎 這個餃子就是從他這裡來的 為什麼 因為他做了一副的 配了一副的藥叫做椒耳湯 就混了一些那個中藥 還有這個把肉包在那個皮屑裡面 其實就是我們現在所講的餃子 然後在這個冬至這一天 就是大家吃餃子 然後去做這種感冒 或是什麼方面的一個預防 就是讓你比較不會生病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餃子 從北方傳過來的 創餃子的這個元老就是張雞 張雞在做的椒耳湯 它是要去保護你的耳朵 不要讓你去受寒 還有這個做出來的這個餃子的形狀 有點像耳朵的樣子 就被稱為叫做椒耳湯 最早叫椒耳 後來變成餃子 後面就轉變成為餃子 而且是冬至那一天去吃的 為什麼選在冬至呢 因為冬至是過去古代的一個重要的節日 相當於過年 所以我們講說冬至大如年 所以有很多的貧困人家沒得吃 他就把大家都找來 就煮了一鍋的這個椒耳湯 裡面的配料就是這些中藥藥材 然後就讓大家來吃 能夠獲得這個抵抗的能力 所以這個張雞 後來所推動的一個觀念來講 是預防 預防醫學 你要生病了要去救 那是一件事 通常來講很困難 那你要去做預防 就是讓他不要去發生你的身體強壯 這就比較容易 所以打疫苗是一種預防的方式 因為健康的人才能打 你生病的人要吃藥 你生病的人打疫苗是沒有用的 這是兩種不同的觀念 但是兩種不同的觀念 在過去古代其實就有了 對 所以講到的這個張基 張仲景 在中國歷史上被稱為醫聖 尊稱為醫聖 他留下的傷寒雜病論 其實就是中醫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理論依據 那張仲景也一樣 他一開始也不是醫生 跟話頭一樣 他們並不是學醫開始 對 我看到遠鑫老師給我們的資料裡面寫著 張仲景他的爸爸是一個地方小官 那他十歲就跟著當時的名醫張博祖學習醫術 所以這應該是他的興趣 但是他後來是 對後來他跟爸爸一樣做官 做到太守 可是上次我們也聊到嘛 就是他後來看到東漢末年的這個瘟疫太可怕 所以他決定棄官場而投入醫職來救人 那也留下了傷寒雜病論這本書 那其實再回過頭來看話頭 話頭其實也在臨終前留了一部重要著作 那部書叫做清朗書 但是清朗書他本來是要留給這個獄主啊 請那些官 請那些官押他的人 因為對他還不錯嘛 他就把他的心血寫出來 就說你能幫我傳出去 可是這個那時候的那個監獄的管理人員 膽子小不敢 不敢以後話頭就很傷心啊 那乾脆就算了就把它燒了 你知道我看到這一段喔 我真的眼淚快要掉下來 因為我們剛剛前面不是在講 我說話頭真是了不起 真是厲害喔 對 老師跟我們說他抓藥的神力啊 對啊 針灸 甚至是在西元二世紀 竟然就有這麼精準的外科治療的概念 對 這些東西怎麼都沒有傳下來呢 其實就是後來他被曹操抓了之後 關在監獄裡面知道自己要死了 可能不知道 因為都沒有人看過那本書啦 對 但有可能就是把他多年的治病心得 寫成這一本青囊 青就是綠色那個青色青囊書 交給玉卒 結果玉卒不敢收 就把它給 然後這個 玉卒不敢收 結果話頭就把它給燒了 對啊 這一本如果留下來有多重要啊 沒錯 但話頭還是有留下一些 基本上的一些東西 因為他還是有學生嘛 所以他有一個學生叫武浦 就傳下他的武琴系 武琴系就是類似我們講 國民健康操那樣 然後他就是武琴裡面 就五種動物啊 有熊 有虎 有鹿 有鹿 有鳥 根據這五種動物的形象 想去做伸展啊 扭動跳躍啊這樣 然後大概每次都要做到15到20分鐘 他一定會出汗 做完以後呢 會很想吃東西 然後會身體很健康 因為他的這個土地啊 武浦 他就活到九十幾歲 天啊 你看 後來這個司馬懿也學 嗯 他也 他為了養生 司馬懿也活到七十幾 對不對 對 然後司馬懿的弟弟 叫司馬福 司馬福也學武琴系 那學這個武琴系 這個健康操 你知道他活幾歲嗎 幾歲 他活了九十三歲 天啊 在那個年代根本就是 那個人瑞中的人瑞 對啦 所以這個 花朵還是留下 非常珍貴的武琴系 教給大家去做 而且他有一句名言啊 叫做 護書不渡流水不服 我們要像那個 常常把門打開打開 打開又關上 你就不容易長蛀蟲 像流水一樣 常常在流動 他就不容易腐爛 所以人也是一樣 人就是要動 要活就要動 要積極的去動他 要去運動 才會活得這個健康長壽 然後他教的這個武琴系下來 其實是 加回很多的後人的 這就叫預防醫學 對 這是預防醫學 很重要的 所以在 我建議就是跟老師聊了之後 聽老師講了之後 就更加佩服我們中國的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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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上的這些厲害的人物 真的中國 所以真的不要再說中醫 沒有根據 對 你講中醫沒有根據 中醫迷信 都是因為你根本不了解 不了解 不了解 了解之後才會知道 中醫的博大精神 早就在西醫很很早很早 只是後來沒有一段時間 很快速的去做發展 反而是停滯下來 我覺得有可能就是西醫崛起之後 大家都去學西醫 中醫這邊反而停頓下來 如果中醫 有點像從洋媚外這樣 對對對 如果說中醫也有像西醫這樣的團隊 可以這麼多人去這樣子把他方洋光大 去把他流傳記載下來 然後再做多一點的衍生 我相信一定是非常非常的厲害 對 我再講一個像華佗的故事 他其實有一個故事很有趣 就是他曾經醫治一個叫陳登的人 那陳登跟劉備是非常好的朋友 他曾經幫助劉備 然後他也是這個江南地區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人物 那陳登呢 他很愛吃生魚片 嗯 他喜歡吃河鮮 不是海水的魚 他喜歡吃河裡面捕捞上的魚 對 然後做成生魚片就吃 吃得很開心 嗯 可是有一次呢 他就吃出問題來了 為什麼吃到面紅而刺 然後食慾不振 因為他肚子裡面有很多蟲 然後華佗去這個幫他做診療的時候 就發現說 他裡面有寄生蟲 所以他就用了一副藥 讓他這個吃完以後就嘔吐 把蟲子給吐出來 嗯 可是吐出來之後他就說 你這個原因就是因為你吃生魚片吃太多 嗯 吃太多結果造成說裡面的這個 長出蟲子來 嗯 所以 但是他那副藥還沒有完全驅趕他 嗯 可能過幾年以後 還會再發作 哦 可能大概三年左右就會發 那三年左右你要就來找我 找不到我 你就去找一個很有名的醫生來救 嗯 那結果呢 三年以後呢 因為陳燈 好了以後他又愛吃又拼命吃 吃了以後 三年以後又肚子又痛了 可是找不到華佗 嗯 就因為這樣過時 哇 對 這大概是中國歷史上面第一次記載啊 吃生魚片吃出意外來了 天啊 西元二世紀耶 不可思議耶 對啊 可是他那時候的生魚片跟我們現在不一樣 我們現在都是海水的魚嘛 不過那以後啊 河豚不是也是 河豚到底算不算河仙 河豚 我跟妳講 我跟沒吃過河豚 不是很清楚 到底在怎麼算 但是 真的是蠻蠻讓人驚訝的 那當然講到華佗啊 我們之前雖然有提過 那三國演藝裡面有一些 比較這個聽起來驚悚的橋段 但是華佗是曹操所殺 可是並不是因為他要去幫他開頭這件事情 這個是小說的內容 那在韓國演藝裡面華佗還不是只有幫曹操治病 還幫關羽刮骨療傷 這件事情 老師說其實也不是也不是華佗 對因為 華佗是在建安十三年過世的 對 所以建安十三年過世的人 他是不會為建安十三年後的關公去刮骨療傷的 刮骨療傷是有這麼一件事情 的確是有 可是被幫關公刮骨療傷的不會是華佗 他已經走了 已經去世了 是另外一個醫生 但這個醫生呢 就沒有被記錄下來說他到底是誰 只是小說家就把這個醫生 就用華佗填補上去 因為能夠幫關公治療的 也大概只有華佗了 對 因為這樣可以相襯 但這個是小說家的寫法 實際上 這個是一個無名醫師 那所以確實有 確實關於有被刮骨療傷 對 他是有這麼一件事 哇 那也很可怕 動手術的不是華佗 好 所以我們剛講了華佗 講了莊姬 那當然我們也要講到的 就是健安三神醫的另外一位 這位是董鳳 董鳳 那董鳳其實 我們在看這個三國也有看到他 那但是大家在講到醫師的部分 對他沒有這麼的了解 其實我們現在常常用的這個 對醫生的一個稱呼叫姓林春暖 對 姓林春暖這個劇就是從董鳳來的 所以董鳳其實在那個時候 關於董鳳他描述 歷史上描寫董鳳的部分不多 主要是因為那個時代人對醫學不重視 對醫學不重視的情況之下 所以相對的紀錄就沒有那麼多 可是接到董鳳的事情的時候 就是說他的醫術很好 他常去幫人家施病 治藥治病這樣子 甚至他連老虎他都治 可能他是個名醫 他也是個獸醫吧 他可能是中國最早的獸醫嗎 有名的獸醫 而且他救的是一隻老虎 他把老虎救好了以後 這個老虎大概很感謝他 就幫他看家 為什麼知道他幫他看家呢 因為他常幫人家治病都不拿錢 所以他很喜歡杏仁 就是杏樹 所以很多人就拿這個杏樹的種子 在他們面前種 所以他就種了很多顆的這個杏樹 後來就慢慢長大 然後就結出了這個杏仁 對 有一次就有一個小偷 他要去偷那個杏仁 想要就是說拿杏仁去賺錢 去發財 就沒想到他們家不是看門狗 他們家叫看門老虎 這些老虎就出來 把那個人給嚇跑了 那也因為這樣子 他的這個故事就被說成是 姓林春暖 醫生就有這個姓林的稱號 其實你看董鳳雖然記載不多 但是所留下來的就是他 非常溫暖的 也是有大愛的對不對 他治病幫窮人治病不拿錢 因為在東漢的那個後面的那個時期 其實大家都過得很苦 又是戰爭又是生病 然後又旱災 所以窮人家真的很多 所以除了董鳳之外 剛剛其實提到的華佗 提到的張仲景 他們都是在亂世當中 貢獻自己的心力來對抗疫病 都是想為民眾做些事情 一個是讀書人 其實中國古代的讀書人 是很受很被推崇的嘛 就是萬般皆相評我有讀書高 其實他們三個都是讀書人 對而且這些文人雅士 其實有時候我們常說 他們可能都覺得自己在一個 比較高的地位 可是他們都願意放下自己原本的事情 連董鳳也是原本是讀書人 對他也是讀書人 對然後他們真的是懷著一顆 真的是救世的心喔 對對不對 而且真的就超前部署了 你看做了很多的這種 預防醫學上面的一個貢獻是很大的 那如果我們在講專業醫師的話 就是明代的李時珍 那就是真的是一個非常專業的醫師 而且是受到世界各地的尊從 對所以 本草綱目啊 是驚動全世界 不是只有在中國流行 如果大家搞還搞 你講到李時珍本草綱目一定知道 但是如果你說 難道國外也很推崇李時珍的本草綱目嗎 等一下休息一下 我們就要回來請這個 然後李時珍老師繼續跟我們說 真正的開啟 中國醫學在全世界被看到 並且被推崇的 恐怕我們就要從李時珍說起了 等一下回來我們就好好來聊一下 到了明代的李時珍 今天我們非常開心 請到歷史專欄作家余遠炫老師 一同來講古跟我們聊聊 歷史上的這些抗疫名醫 剛剛講到了東漢健安三神醫 化陀張基就是張仲錦被稱為醫聖的 還有姓林春暖的最早形容的這位董鳳 那但是真正的開啟中醫 在不管是就是中外的一個被大家看見 跟立足之地的還是必須要到明代講到李時珍 老師李時珍大家都很熟悉 可是對於他的小時候不是很了解 他的出身這個記載也是蠻有意思的 李時珍在家裡面來講 算是他們的那個 他爸爸在有這個小孩以後 你看叫做時珍 非常的喜愛他的 而且也是希望他長大以後有出席 當官去 他也很聰明 因為他很快就考上了秀才 很有希望 可是要去再進一步去考試的時候 征學考試 他就連考了兩三次都失敗了 為什麼呢 因為身體出狀況 身體不好 對 不過他是出身醫學世家耶 對 他的爸爸就是醫生嘛 但是他一開始的時候是 他爸爸希望他當官 他爸爸一開始希望他當官 但是他因為沒考上 所以他就覺得他對醫學也很有興趣 所以他就是放棄了這個當官的這個念頭 那在明代呢 這個就跟漢代不一樣 你要不想當官要當醫 那你就一輩子要當醫生 他是會被入籍的 這個籍貫是確立的 所以他就脫離了這個不想當讀書人 那你就當醫吧 所以他就去學醫去了 那他在學醫的這個過程裡面 你看為什麼叫本草綱目 因為他就發現說中國的這個醫書 本草這個各地 各個時代幾乎都有這個 關於這個草藥的這些記載 但是沒有很準確的記載說 這個草藥的一個藥性 到底是怎麼樣 所以就算你使用了這個草藥 你去治病 可能會把人給治死 就是醫藥要分業 所以你這個醫生 你診斷出這個病了 可是你用錯藥 或者是你用對藥了 可是古書寫錯了 那古書寫錯了 你拿來治病就沒有效果 而且會發生人命 所以那個時候就是本草裡面 有很多很多的記載是錯誤的 可是沒有人敢糾正 因為這是古代人寫的 前人所寫的東西 那李時珍就敢去批判 就說這個是錯的 我必須要去從頭到尾 再把這些植物 這些動物 礦物 或什麼可以入藥的東西 要重新再研究 所以本草呢 它的編制是很大的 對 因為它研究的這個草藥的書籍 不是只有包括植物 還包括動物 包括礦物 天上飛的 地上爬的 他都去親身去採集觀察 那也因為這樣 他其實不像醫生 比較像是一個學者 對 他花了多少的時間 今天才完成這個本草綱目的寫作 用了27年 27年呢 將近30年的時間 從各地的採集 而且幾乎是走了大半個中國 到各個山區去做那種研究 他是真正去研究 把它畫出來 然後還去做實驗 去做觀察 然後糾正了很多古書上的錯誤 所以本草一出來以後呢 其實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可是那個時候的皇帝呢 因為是萬曆皇帝 所以萬曆皇帝看到這個本草以後 就把它收起來而已 也沒有特別的重視 所以他就覺得 心情是有一點低落 他是把它整理出來之後 上成給皇帝是不是 對對對 可是你看喔 寫出來就已經不得了 對 那是原稿嘛 那皇帝又不愛 就是 還好他沒有把它給燒了 燒了就慘了 跟畫陀一樣 對 心灰意了 所以他就找出版社嘛 那時候出版業是很蓬勃的喔 明代出版業很蓬勃 對喔 我們忘記了 這個時候其實已經有出版 所以他那時候就把這個草稿 雖然 呃 皇帝不愛 但他自己去列印了嗎 是這樣嗎 他就去找人出版啦 這是一個大鋪頭的書喔 他不是一本兩本啦 嗯 他好很多車 因為他總共寫了一百九十幾萬個字耶 哇 然後再加上圖片你看 這是一個很浩大的一本書 我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現在的書一般來說一本喔 這個大概最多最多八萬字 超過八萬字出版社就會叫作者趕快刪字 趕快刪字喔 對啊 你知道像我寫一本小說 寫個青少年的小說 嗯 大概出版社都希望說五萬字 不要太多 哈哈哈 所以大家可以算上一百九十萬字是多 那麼的多喔 這個整個還有圖片 好所以後來在這個部分的話 嗯 他去做了 找出版社去出印之後 後來呢 後來就是一直碰壁 但是後來還是有些有良心的出版社覺得說 哎呀這個是了不起的書 出版以後呢 就算賠錢我也要做 後來總有一個傻瓜嘛 就會出頭 他就幫他給這個出版了 那 那 可是這個出版的時候 你是任意過世的 哦 他也沒有看到這本書的一個出版 嗯 所以就蠻可惜的 但這本書出版以後呢 其實受到國外的重視 反正是受到國外的重視 因為流傳出去 日本啊 然後再輾轉到歐美的國家 但是想說 哇 這個書 這麼樣的了不起 這麼樣的偉大 因為他是有學者精神在裡面的 這不只是一本 醫藥的書籍而已 嗯 基本上他有很多的 到現在來講都很進步的觀念 嗯 比如說李時珍 他反對 隨便吃野味 你不可以隨便吃野味 你只能吃你自己熟悉的 嗯 你熟悉的這些 雲沙貝類 你就不會有問題 可是你為了自己的 口腹之欲 然後你到處去打一些 不知 這些所謂的野生動物來吃 他可能這些野生動物是有毒的 嗯 反而會中毒 會死亡 嗯 然後他還反對什麼呢 他還反對煉丹 所以在明朝的時候啊 這些皇帝都很很想 讓自己這個長生不老 對 就講這個道士去煉丹 所以那個洪丸案 那他就反對洪丸 他說洪丸裡面用的這些重金說 會引起中毒 然後他就跟皇帝這麼提出這個建議 這個是不行的 可是皇帝不聽啊 所以明朝皇帝很多都 都因為這樣子中毒而亡 他沒有聽李時珍的話 李時珍的這個要術裡面 是記載的很詳細的 那李時珍為什麼會知道說 欸 皇帝的那些喜愛 是因為他當過太醫 他曾經有一年就到這個 因為他醫術非常的好 所以就被皇宮延攬去當一年的太醫 他當了一年以後 他就覺得裡面的這個爭鬥 後宮的爭鬥太多了 太麻煩了 所以他就離開了 那他在那一年的這個當太醫的時候呢 又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可以閱覽很多的皇家的密典 那將來就是變成本草張目裡面的 一個重要的一個研究的一個東西啊 所以他是很像學者的一個醫師 好 然後學問又好 那所以你就提到說 李時珍他在擔任太醫的時候 他閱覽了很多的皇家密典啊 因為這個真的在在古代的時候 所有的醫術一級相關最珍貴的資料 應該都是藏在皇宮裡面了 所以這對於他後來 因為他是後來才把本草張目完成的嘛 對不對 對 所以這真的是蠻重要 那你剛剛有提到說 國外其實也非常重視 是從什麼時候開始啊 那是在這個本草張目出版之後 對啊 這個東西交流嘛 是什麼時候傳去西方的啊 大概就是明清那個時節 哦 那這個這個書在國內 一段時間並不是 不是被重視的 對 反而是國外的人重視 國外的人重視以後才反攻回來 所以我覺得齁 西醫一開始一定有受到 東方的醫學的啟蒙 絕對有的啊 我覺得 對啊 因為到現在 因為所謂的植物或者是礦物 那有些藥性 如果研究出來的話 它就是自然的 能夠幫助治療的一個好東西 像現在西醫都一直在講微量元素對不對 我們在講預防醫學 就是說你必須要注意 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微量元素的補充 鈣啊 鎂啊 鎮啊 這些東西其實最早都是在礦物對不對 因為他們會做一個科學化的一個研究 他們有一些定量分析啦 比如說你看像那個奎寧的一個研究 對 那奎寧最早呢 是從金基納樹的這個樹皮上面 研發出來的 那這個東西是中南美洲這邊的特產 它並不是 並不是產於這個歐洲的這個國家 只是因為它大航海的時代 到了這個中南美洲以後 就有人生病嘛 後來這個原住民土著 用這種方法告訴他說 這個金基納樹可以治療 因為他們原住民最清楚 你被這個蚊蟲咬上以後 虐蚊咬上以後 用這個可以治療 然後之後這個金基納樹 慢慢慢慢就發現說 它裡面一個成分叫奎寧 奎寧可以去壓制這個虐疾 就是這樣就傳過來 那中國在治療虐疾上面來講呢 在晉草的時候 有一個玄學家叫做葛宏 葛宏也發現說 有些藥是可以治這個 虐疾的可以改善的 所以這個 以這種清草藥 或者說中醫學的觀念來看 其實他們在抗疫的過程 是蠻長的一段時間 一直在做進行研究的 所以如果我們去觀察說 中醫在治療這些瘟疫 有沒有一些貢獻 當然有啊 發展了幾千年 在對抗疫情幾千年 可是為什麼現在不像說 像這個七一那樣 可以獲得一個很好的成績 那主要就是在明朝之後 大家對這種傳統的這種東西 漠視它 並不是那麼樣的去推崇 去了解它 研究它 就會產生這種觀點上的一個差異出現 對 那到這個清朝以後 就從洋媚外了 就更從洋媚外了 就會覺得說 過去的東西都是不好的 你看西洋人可以這麼好 就是因為他們樣樣都好 就反而漠視了自己身邊裡面 很珍貴的部分 所以人不能忘本啊 對啊 對不對 越是了解歷史越多 越可以就是從中去看到一些 為什麼中國有這麼多五千年的歷史 博大精深 真的這不是一個口號而已 對啊 因為你看現在連這個國外 也在想學中國的針灸啊 中國的一些很特有的 那種傳統的一些東西 他們也覺得那個東西是很玄妙的 而且是很有益的 一個針灸這一塊來講 像外國人也把認為說 這是一個科學 那不只是一個玄學 用一根針刺進哪一個穴道裡面 他竟然就可以量 因為中國認為是氣血循環啊 那西方人還搞不清楚什麼叫氣血循環 我們找他們找了幾百年幾千年 就知道有這樣的一個理論在 所以我覺得蠻可惜的就是說 如果呢 要用因為一些 我是覺得啦 如果因為一些意識形態啦 或是一些政治傾向 然後希望說孩子不去了解太多的中國歷史 我覺得是蠻可惜的 對啊 因為真的五千多年 我覺得越念你會越知道說 原來我們的祖先是這麼的有智慧 有這麼多的東西 他沒有流傳下來 其實是非常可惜 但是就是因為那個時候 大家不重視忘本 所以讓我們的發展 明明比人家早了幾千年 現在卻好像落後很多 那我們都已經看到了這樣的過去 還能夠忘本嗎 這是我自己的一些感想 哇非常的謝謝遠炫老師 袁先生老師每一次都給我們帶來一些新的不同的觀點 那至少在這一次的疫情當前 我們可以看到 原來我們中國的老醫師 這些醫師祖先們 他們是這麼早這麼早就看到這麼多 那可惜的就是後面可能中斷了 然後沒有像西醫這樣的定量分析 所以讓中醫感覺上好像不夠科學 但是其實我深信 在聽完今天老師的分享之後 我深信西醫這麼厲害 絕對一開始是中醫的啟蒙 發揚光大 那希望很快的再有機會 跟老師聊聊天好不好 好 沒問題 謝謝遠炫老師 今天給我們的講古時間 歷史上的抗疫名醫 大家是不是也覺得很有趣呢 期待下一次跟老師的聊天囉 OK